接下來是報應7點新聞報道 消息指香港確診手中新型冠狀病毒個案 幻仔昨晚在深圳搭高鐵離香港 澳門亦出現第一宗確診病例 為防疫情擴散 國家維健委建議外地人 沒事,不要到武漢 武漢的人亦不要到外地 林鄭月娥說 中央希望香港在一國兩制下成功 否認北京收緊對港管治 各位,消息指香港確診手中新型冠狀病毒個案 男患者昨晚乘搭高鐵 由深圳北到西九龍閘 有發燒病徵 被送到伊利沙白醫院治療 確診後再轉送馬加列醫院傳染病中心 港鐵說患者坐的列車 已接載另一批乘客北上 已通知內地單位清潔消毒 陳偉利報道